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之路 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鹿 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有被痔疮滋扰的经历 让人们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那么到底什么是痔疮呢? 其实痔疮是人体直肠末端粘膜下 和肛管皮肤下静脉从发生扩张和区区所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为什么容易得痔疮呢? 痔疮多鉴于经常站立者和久坐者 痔疮包括内痔、外痔、混合痔 是肛门直肠底部及肛门粘膜的静脉从发生曲张而形成的 一个或多个柔软的静脉团的一种慢性疾病 通常当排便时持续用力 造成此处静脉内压力反复升高 静脉就会肿大 妇女在妊娠期 由于盆腔静脉受压迫 妨碍血液循环常会发生痔疮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治疗和消除痔疮感好方法 用到的材料也不贵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消肿及痒止痛 只要我们能坚持十天八天 对治疗痔疮非常好的疗效 甚至很多人都永不再犯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生小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就患上了痔疮 当时什么猪脚浆啊那些我都不敢吃 吃一点就非常的疼痛 上厕所简直是苦不堪言 痛不自疮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这种痛苦 后来我也是用了很多方法 都没有彻底的治疗好 总是好一下用饭 后来经验巧合 有个朋友就推荐了我这个方法 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治好了他多年的痔疮 后来在我一次痔疮发作的时候 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真的不到一个星期就把我痔疮治好了 我也是感到很惊讶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你希望患有痔疮的朋友 能够尽快地摆脱这个痛苦 这个就是我今天推荐方法里用到的隔妈草 这个隔妈草在农村的田边或者是马路边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隔妈草的叶片凹凸不平 看上去就像癞蛤蟆的皮肤 所以就得以其名叫做隔妈草 隔妈草可以很好的清热解毒 还可以凉血泌尿 特别是对于上火引起的咽喉肿痛 以及继续管炎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对抗咳嗽 或者是慢性的机器管炎都有神效 有喉咙肿痛或者是咳嗽的人 用10克的隔妈草泡水来喝 就可以很好地帮你解除这些症状 另外隔妈草还可以去风湿 如果身体出现了风湿等毛病 特别是风湿筋骨痛 用隔妈草煮水泡饺 或者喝一些隔妈草水 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另外由于隔妈草有解毒 止氧力士消肿的功效 所以对于一些湿疹 毒疮或者是痣疮 也是具有很好的疗效 这个是我从网上买回来的隔妈草 这里附近几间药店都找不到 但是在网上就有很多 我们可以在网上购买 我们先来取30克的隔妈草 如果家里没有撑的 我们取7-8克左右的隔妈草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应当40克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先来把隔妈草清洗干净 这里隔妈草除了对痣疮有非常好的疗效以外 它对身上的一些湿疹 还有带状泡疹和一些疮毒 也是有非常好的疗效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对慢性咽咽或者是咳嗽 都有非常好的特效 它们炒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直接放入锅里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看现在之后 我们先来开大火把它煮开 水煮开后 我们再来转小火 然后让它再继续煮15分钟 15分钟后 我们再来把它打开盖子 然后再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接着我们来开大火 让它煮一下 煮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接着我们趁热把它倒入一个干净的盆子里 然后趁热脱掉裤子 蹲在下面 令蛤妈草的水蒸汽 需我们的患处 这里要小心 不要烫着 直到蛤妈草水温不太瘦 我们就可以集结到最近盆子里 然后再泡上10分钟左右 这样坚持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 就能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另外我们再用15克的蛤妈草 用两碗水浸泡15分钟 然后再煮15分钟 另外再煮一个鸡蛋 等蛤妈草水煮好后 我们放入红糖 再放入煮好的鸡蛋一起 把水喝掉一天一次 这样连吃2-3天 我就是这样 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 喝喝了两次的红糖鸡蛋 蛤妈水 这么多年来 我的痔疮一直都没有复发 阿木草虽然能清热解毒 去除人体内在毒素 含有治疗咽源 咳嗽 吸疹和疮毒的功效 但它的性质寒凉 如果平时脾胃虚寒的人 就不要吃寒和草 宁愿应付哺乳期的女性 都不要使用 此外 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食用蛤妈草的期间 不能吃刺激或者是辛辣的食物 以免影响它的疗效 而且我们在服用蛤妈草的期间 不要熬夜 也不要喝咖啡等等说话 有言识人久之可见 痔疮的方便率是极高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如此高的发病率 其实痔疮的形成原因 至今尚未完全的明确 目前认为 痔疮的产生 与下面这些因素相关 例如久坐的人群 便秘的群体 以及妊娠期的女性 此外长期的饮酒 和进食大量的刺激性的食物 可使局部的冲血 三周感染 也可以引起静脉周围的炎症 使静脉失去弹性而扩张等 这些都可以诱发痔疮的产生 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以进食一些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避免燥热油肩刺激的食物 多进食蔬菜水果类 尤其要注意保持排便通畅 还有保持肛门局部的清洁 合作一些锻炼收肛的运动 另外 我在此再着重地建议一下 患有痔疮的朋友 每次在如此后 正好用清水来清洗干净 这个行为很重要 还有我们平时可以做一些提纲的运动 只要我们平时坚持做好这两样 再加上用葛妈草煮水喝葛用来熏喜患处 这样你的支撑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掉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他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了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